这一张藏尸地图所揭发的神秘代尸命案 在民国91年的时候呢 卢州分局曾经接到一通报案的电话 先是描述说有一个女的被谋杀了 还画了一张弃尸地图哦 放在某一个公厕里面说要警察自己去找啊 简直就像是一个恶作剧 还好警方真的细心的清查 也真的找到了一张用手画的地图 接着呢就揭发了恐怖情人杀人藏尸的犯行 911月8月17号 当时卢州分局接到一通报案电话 一名自称小白男子说呢 两个男的杀了一个女的 同时弃尸在新庄的山区 而他是被迫协助弃尸 把弃尸的地点画成了一张地图 就藏在分局附近的公园厕所里面 警警还来不及问 对方就挂上了电话 突然听到有一张杀人弃尸地图 无论如何警方先要确定真假 以卢州分局而中心 清查周边三公里内所有的公厕 果然在一处公园南厕所发现异状 为求慎重当时警方来到这一间公厕 它是一间厕所一间厕所来翻找 同时他们最主要就是看说 厕所里面有没有任何像地图的东西 最后的拐 最后一间 我在垃圾桶上面看到了 S大小的地图 当时画的就是大概是一个路线图 但是路线图不是画得很精准 只是什么路口大概有什么土地公庙 然后经过哪里 大概到哪里有一段 虽然有可能是一场恶作剧 不过人命关天 新庄分局动员山区警力 由于没有路名 警方开始比对地图 暗图锁记 不断修正路线 搜寻山路越走越偏僻 直到找到一个筑记三角形的地点 一旁有斜坡 在山坡草丛内 发现一个被丢弃的红色行李带 掉上来的时候就闻到浓浓的臭味 尝着一具古把辨识身份的女尸 是女性 长头发 身高大概153公分 55公分左右 年纪应该是30岁以下 监视小组几乎一夜没睡 搜遍整个气室地点 除了带尸外 义无所获 尸体腐败连指纹都无法辨识 目前的话从外表来看 因为一方面是那腐败的程度 非常的严重 我们没有办法找到非常具体 可以造成那死亡的这个外伤 要追查女士身份 线索只剩下死者穿着的衣裤 以及项链钻戒的手表 为了方便认识 警方甚至用展示假人 还原死者身前的打扮 一开始似乎不顺利 直到彭文美的家属出现 其中有一件裤子 是死者的这个姐姐 好像当初是他们买给她的 家属说 彭文美和男友徐敏川 住在太鼎路 偏偏前几天还接到彭文美 传来的简讯 不过一直联络不上 徐敏川这时也向人间蒸发 找不到人 不过在他家里面找到 一节剪断的充电器 居然很像捆绑死者的电线 送到刑事局来做一个监视的比对 确实这个电线头 跟这个捆绑的电线 是同一条分 警方追查通莲 也有重大发现 包括了报平安的简讯 和报案电话 都是从彭文美的手机门号发出 而且是在彭文美死后播出 他的男友徐敏川 是最大嫌疑人 91年8月26号清晨 警方接获了线报 徐敏川出现在三重 案发后第十天顺利来不落 在那个小房间里面 又有新的火炉 又有木炭 当初他的工夫 其实他可能也良心不安 可能要想自我了断 所以就买了这些 赶在徐敏川畏罪亲身前破案 原来徐敏川曾经是厨师 后来没工作 靠彭文美上班支撑家计 徐敏川怀疑女友令捷新欢 结果犯下大错 杀人通信只要是感情 感情因素 因为那个死者 另外有朋友 然后他们就协议分手 先是颇角争执 过来肢体冲突 那胸前就用电话线 将死者双手环绑 压在船部上 用手掐入他的脖子 把他装在这个手提箱里面 那又怕这个手提箱会把这个人形 人形这个突出的这个人形 人的这个形状显现出来 那所以就除了这个缝以外 再夹了一些这个 内海女子所穿过的衣服 再把它填平 休闲在8月7号杀人 隔天就装进了行李代气尸 13号假冒死者发简讯 17号还画了地图后 假冒小白报案 企图混淆警方办案 结果警方26号就宣布了破案 这段由爱生恨 奋而勒弊女友的戴施案 许敏川判处无起徒刑 为自己的杀人犯刑付出代价